高职生沁申太嗨下道人 他主桌道歉 校长要奖励了 一年一度生日派对 在餐厅大声唱歌 大声庆祝 人之常情 但这两位黄姓和谢姓学生 事后举动超暖心 其他的客人有没有起座 对 他就一桌一桌去道歉这样子 事发就在28日晚间 台中丰园这间火锅店 当天晚上林小姐带家人到这用餐 恰巧里头有丰园高商学生 包了半场庆生 结果一大群人忽然开口 高唱生日快乐歌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吓到 因为太多人了 突然间这么大声 有点吓一跳这样子 可是其实不会觉得很吵啦 没想到事后 两名女学生分头 以一项店内客人道歉 当我们这一桌 我们是最后一桌 他们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有点吵这样 真的很暖心 就是很窩心 怎么还会一桌一桌去道歉 因为现在大部分小朋友 都比较顾自己啦 就大家玩得开心这样 林小姐把过程po到脸书 网友也大赞教育成功 透过店家找到这两位 有礼貌的好学生 我们当时真的有影响到 其他在场客人的权益 只是我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的道歉 反而让这个事情 竟然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虽然只是小小举动 但这样的礼貌和贴心 也为这寒冬带来一股暖的哟 地方中心台中报道